我们看到纽约时报 引用了四位伊朗官员的话了 怎么说呢 现在你都在看 以色列接下来下一步是要干嘛 什么时候又要出手了吗 他这个里面呢 引用了伊朗官员的话说 如果以色列袭击有限度的 针对少量的军事基地 导弹无人机武器库 那伊朗可能不会反击 但如果造成广泛的破坏 大量的伤亡 那对不起伊朗会报复的 而如果一旦以军打击 伊朗的石油能源或核设施 那一定是必须反击 甚至还提到说 这个反击的方案包括什么呢 那是向以色列发射 最多1000枚的弹道导弹 那如果是真的多到 1000枚弹道导弹的话 是不是就因此 伊朗的高级军官才敢放话警告 说你以色列别想依赖萨德 因为想发射多少就发射多少 你是赢不了的 好 我请教一下赖老师 是不是真的就是因为 他有办法要发个1000枚 然后hold死你 所以呢就算是萨德想拦 也未必都能拦得住啊 萨德的一套是48枚导弹 那也就是说你即使你100% 每枚导弹都成功 也不过就拦下48枚嘛 更何况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可能100% 一般来讲都是两枚防空导弹 蓝一枚下来 然后台湾的比较弱一点嘛 所以是三枚嘛 蓝一枚 然后这个时候才会有这个 这个宇北辰提出来的210%的 210%的命中率嘛 这个笑话就出现了 但是我们都知道 萨德有没有那么有效 还不确定 也就是说超高音速的导弹 在中断的时候 能不能真的都拦下来 萨德需要实战经验 因为他没有跟比他 或是跟他能够较量的导弹 来做这个实战 还没有过 那伊朗到底他的超高音速导弹 快到什么程度 这个还要经过验证 但是已经被证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 伊朗前段打的那些导弹 以色列是拦不住的 所以以色列才会跟美国要萨德 萨德赶快送过去 目前是一套 美国总共就有七套 那你想观众朋友 我及时给你两套 美国的自己的防空 已经开始软了 那我给你两套 因为有一套在这个韩国嘛 那你如果两套的话 那也不过就是 以色列美军的驻军有一套 这是再给一套 加韩国一套 对三套 那就用掉三套了 好 但是问题是 如果放在这个地方的话 那两套的话 也不过就是九十几枚嘛 九十几枚你怎么可能拦 一千多枚或是五百枚的导弹 你不可能拦得下 所以我觉得 伊朗的讲话并不是没有根据 那以色列为什么到今天 迟迟不动手 以前的以色列 哪耐得住这么久啊 以前以色列是马上就回籍了 现在为什么以色列等到今天 都不敢回籍 那就是因为第一个 萨迦还没到 第二个呢 到底伊朗有多少能耐 然后它放在哪里 以色列现在也没把握 那所以我个人是觉得 对于内塔尼亚弗来讲 它确实是两难 我们在上一次的节目 我们有分析过 就是说对于以色列来讲 内塔尼亚弗来说 最好的方法就是你看 现在这个分析 在跟我们的论点一样了 打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这些激励 然后面子撑过去就算了 但是如果内塔尼亚弗不是这样的话 我相信以色列跟伊朗的矛盾冲突 就会升起了 这不是美国人也想见到的嘛 也不是伊朗或是以色列想见到的 但是问题是决策是在内塔尼亚弗 可是美国的防长不是已经透露说 那萨德已经到了吗 就一套啊 48枚 两套 还有美军自己一套吧 要加下两套 因为上次有一大批的运输机到以色列去嘛 最近又去了一百多个官兵嘛 这一百多个官兵就是给以色列操纵的这一套 美军基地里面它本身就有一套 那一套打完了发射架雷达都还在 补充弹药就可以了 就是说这只能补充多少 但是关键不是这个 因为萨德不是百分之百能够拦绝 但是伊朗也不要吹牛 你有1000个超高音速飞弹吗 我也怀疑 大家看看 对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打仗之前都要先夸一夸自己 但是我看伊朗的手法 因为就是超高音速飞弹很难得 它就用火箭炮了 扶人机了 因为萨德在雷达上很难辨识 它就会浪费 然后它的超高音速就进来 就钻空隙进来 我相信伊朗的超高音速飞弹也不够多 但是它这种战法也让以色列消耗不起 因为杀的很贵 对 杀的很贵 的确 好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E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粘腻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E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